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兵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150集干尸 金莲道长刚说完 徐清安就听见远处传来护卫的喊声 什么人敢擅闯平远伯伏 话说到一半变成了惨叫 紧接着气机爆炸的波动挡开 惨叫声此起彼伏 很快又陷入死寂 已经进入闲者时间的平远伯狄子 听到了动静 连衣服都来不及穿 迅速从床上跳起 摘下挂在墙上的剑 脸色难看的冲出了屋子 一道裹着黑袍的人出现在院子里 他的面目藏在兜帽里 散发出的气息 让许其安双腿打颤 只想逃跑 黑猫攻起背脊 浑身长毛炸开 树立的瞳孔迅速收缩 他的异常也一定程度代表了 金莲道长此刻的情绪 你 你是什么人 平远伯狄子颤声开口 他的双腿 他的手臂 他的面部肌肉 控制不住的颤抖着 惊挛着 好帅的 嘶哑的声音 从帽兜里传出 黑袍人抬起 露出一张苍白的脸 五官颇为的俊美 他有一双幽黑的眼睛 瞳孔仿佛占据了整个眼眶 没有眼白 许其安并不认识他 牢牢记住对方的模样 猜测对方的身份 是你 是你 平远伯的嫡子 尖叫起来 无比的恐惧 你已经死了 我亲眼看着你死的 我死了 但 又从地狱里 爬出来了 披黑袍的男子声音嘶哑 他抬起右手 那双手仿佛来自魔鬼 通体血红 一根根青筋暴突 看到这双手的刹那 许其安心里的恐惧随之爆炸 呼的一声 血红色的手掌 鼓起一团气旋 将平远伯的嫡子吸入掌心 小命 来人哪 来人哪 平远伯嫡子双腿乱灯 突然他血肉干瘪了下去 顷刻间化作了一团干尸 前一刻还活生生的人 下一刻便失去了性命 干尸 许其安脑海里 仿佛由闪电披过 黑袍男子凝笑了一声 泄愤式的运转气机 砰的一声 干尸 炸成了鸡粉 杀完人 黑袍男人扭头 阴冷的目光 看向许其安藏身之处 他朝着窗户底下张开了掌心 呼的一声 滚滚气旋再现 卧槽 许其安双脚扎根在地 身子后仰 一点点的被吸着靠近对方 靠近深渊般吞噬人命的掌心 许其安手伸进怀里 捏出楚彩为赠的大力丸 用力的捏碎瓷瓶 把所有药丸倒进了嘴里 接着 他按住黑金长刀的刀柄 沉淀了所有情绪 呛的一声 黑夜中 暗金色的刀光一闪 叮 鲜红的手臂 剪起了一串刺目的火星 许其安右手虎口崩裂 握刀的右臂肌肉惊软 这是我一刀斩不断的敌人 而面对这样的敌人 密集给出的建议不是再斩一刀 是逃跑 跑 黑猫的震荡空气 口吐人言 同时一跃而起 扑向了黑袍男子 气急震荡中 黑猫的神区在半空中 分崩离析 金连道长原神凸显 撞向了黑袍男人 道长 保重啊 许其安没有再看 趁机挣脱了气旋的拉扯 三两步跃上屋脊 翻墙逃离 一路狂奔不敢回头 在屋脊上反复横跳 第一次直面高品强者的许其安 心中还萦绕着剧烈的恐惧 如果没有金连道长舍身救他 下一个回合他必死无疑 根本没时间施展魔法书中的法术 而就算有金连道长相助 魔法书里的法术 多半也无法与对方抗衡 那种追心刺骨的恐惧 是许其安从未感受过的 什么人 两名站在屋顶 瞭望的打羹人 注意到了穿戴黑袍的许其安 一人抽出志士长刀 一人摘下了铜锣 是我 许其安摘下兜帽 掏出金牌 许大人 许其安如今是打羹人 衙门的风云人物 先是两位金罗为他争风吃醋 随后呢 又闹出刀斩朱银罗的纠纷 衙门里没人不认识他 许其安收回金牌 剧烈的咳嗽几声 喉咙深处传来腥味 平远伯父 遇刺客袭击 本官奉旨查案 遇刺客撞个正着 刺客凶险 你们不要轻举妄动 赶紧示警 平远伯父又闹刺客了 两名铜锣相视一眼 旋即 注意到许其安鲜血淋漓的虎口 以及微微发抖的手臂 他们脸色严肃的 从腰间皮囊里摸出一根 婴儿小臂粗的铜管 手指在引信轻轻一碾 气机引燃 嗖的一声 一道暗红色火线 尖笑着升空在高空炸开 肩状 许其安如是重负 我先回去养伤 你们再次等待支援 若是遇到穿黑泡的人 不包括我 一定记得要躲避 是 这时 许其安看见远处的乌脊 矗立着一只橘毛 幽深的瞳孔望着他 道长 你哪来的猫啊 我就知道你不会有事 许其安再次吐出一口气 在屋脊上不停起跃 橘毛不紧不慢的跟在身后 道长 我刚才完全失去了战斗的念头 停在一处寂静的巷子里 许其安愧疚到 他相信 以金莲道长的心机成腐 如果没有把握溜的肯定比他还快 橘毛口吐人言 与其透着疲惫 普通人见到大虫 逃跑是本能的反应 而你与他之间的差距 比猫和大虫的差距还要大 道长 你这么比喻真的好吗 许其安看了一眼橘毛 没猜错的话 他就是被镇压在丧坡的封印物 许其安说着 边取出金创药和纱布 给自己包扎虎口 因为刻了太多大力丸的缘故 缓解了天地一刀斩之后的虚弱 没有那种身体被掏空的强烈疲惫感 何以见得 金莲道长震惊问道 当日永振山河庙爆炸 巡视周边的三百名禁军全部身亡 死状如出一辙 变成了干尸 金莲道长恍然沉默了片刻 那你猜错了 桑坡底下封印着的 不是初代奸政 如果是初代奸政 不会去杀一个小人物 平远波嫡子死前极为惊恐 似乎认得黑袍男子 除非杀死禁军的 是潜入桑坡 炸毁永振山河庙的人 但这个可能早已被否定 不可能有高手能潜入桑坡 我知道 并且我心里隐约有了猜测 只是还需要验证 橘猫微微的汗手 我因身遭受重创 极大可能要跌进了 我需要你帮贫道一个忙 道长请说 许秦安政筹怎么回报救命之恩呢 替贫道找骆玉衡 求一枚巨猿丹 骆玉衡 许秦安茫然反问 人宗到手 勉强算是贫道的师妹 道长 你在帝宗背份还挺高啊 堂堂人宗到手是你师妹 美淑女道姑 许秦安有些为难 有什么性物吗 把帝书给他看便成 橘猫露出了人性化的苦笑 至于能不能娶来 看他心情吧 看他心情 许秦安一脸的呆滞 人宗与天宗 视如水火 帝宗与两宗的关系 不算紧张 但也谈不上多好 你们到门也太干了吧 小海相杀一家人嘛 许秦安点了点头 我明日便去试试 橘猫呢 恩了一声 我明日再来找你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